像98765 假如带进来之后 我不要用那个切字串的方法 而是希望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求余数的方法 然后来用运算的方式得到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能不能做呢 那也可以啦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也许这个方法会比较适合你 那首先一样 我把刚刚的那个写法先恢复好了 恢复成我们最原始的状态 也就是外回圈先不要写好了 OK 那如果说我要改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改成什么 假如我今天不是用第一个方法 而是用第二个方法二 那方法二的部分的话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 方法二部分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第16页的地方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这个百分比 这个百分比符号 然后后面的话 这个加一个10 意思就是除以10之后的余数 除以10之后的余数 也就是说啦 简单讲一下 也就是比如说今天好了 我98765 假如我今天除以10的话 除以10之后的余数是多少 那当然一定是多少 余 除以10之后余5嘛 那我就可以把5这个数字怎么样 保留下来 那把它累加起来就对了 那可是呢 这个5假设已经累加完之后 我势必须要怎么样 我势必须要怎么样 把这个5给去掉 所以哦 先取得5 然后再把 那去掉怎么去掉呢 关键地方在这里 除除10 那除除10意思是什么 就是98765 假如我除以10之后 那除除的话意思是说 除以10之后应该是9876.5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除除10的话 那就是9876没有5 因为呢 除除指的是留下整数的部分 OK 所以哦 如果我现在等于 意思就是说把5去掉 那9876 我在怎么样 在除以10之后的余数 还是就除以10之后余数 就余6 那余6之后的话呢 我再把它累加起来 然后再除除10 那意思是说再把6去掉 再求那个除以10之后余数就7 然后再把7去掉 那意思类推 8 9 再分别去掉 直到呢 这些全部都去除完毕之后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累加的结果做除除 结果不就也OK吗 所以哦 这个地方的话 假如我要改成 用这个求余数 跟除除10的话 那特别注意 我如何改这个地方的成 首先的话第一个啦 一样呢 取得比如说先取得9 然后转型 那后面的话记得怎么样 我就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除以多少的余数 所以呢 我加一个百分比符号 然后10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什么 计算完之后啦 它会先取得最后一个就5 5先跟NS先加 那就加完就把它存在NS里面 好 那再来的话需要什么 需要再把 这个最尾巴那个数字给去掉 所以特别注意 我必须呢 把那个 这个A里面的值怎么样 把它重新去 本来它里面 A里面的值是98765 那我等于什么 里面的话等于int 把a里面的值本来是98765的文字 然后记得哦 去掉尾数除除10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变什么 本来是98765 然后除除10意思就是变成9876 因为呢5的部分是除以10之后呢就点5 点5都去掉了 那9876过来之后 那就 就在求余数就是6嘛 那这跟刚刚5累加 然后再把6去掉 所以以此类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把什么 把我们要的结果给累加出来 那答案应该NS部分的话 那就一样会得到35 不过这里的话 假如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 这个概念应该是 但是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 Enter一下 看一下 他这边有吗 这有个typeA哦 哦 这里的话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要计算的 这个地方是OK 但是前面那个 这个 NS部分的话 如果我要累加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要特别 小心 就是说呢 我们 必须 这个地方有没有 要把什么 因为我要 不是取第几位数 而是把整个 A拿过来 除以10之后的余数 所以这个地方 我刚刚写错了 应该是什么 INT 里面的话 主要是把那个什么 9876的文字 转换为数字之后 再求它的余数 OK 理论上这样应该就OK了 然后 再把它累加起来 然后 并且去除它的尾数 然后以此类推 好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98765 OK 执行 得到结果呢 那你会发现 结果呢 Some of all digits 你会发现 后面这个35 NS是OK的 但是你想说 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0 那你可以发现 为什么是0 因为这里我放个A 原来的数字 各位没有发现 它被改掉了 因为它每一支都除除 所以就去掉了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想一个办法 要不就是 干脆在FOR回圈的上面这里 增加一个变数 叫A1 先把A的值 先放在A1算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保留在A1里面的话 那它每除完之后就扣掉一码 扣掉一码 扣到一码 扣到最后的话就要0 那不对啊 所以我们最后输出的话 就把这边改成A1就好了 有没有 意思说 我先把它的资料 先存在A1 那因为A里面的值 会不断被去除掉 所以我输出就不用A 而是直接把A1里面的资料做输出 所以这样的话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这边98765 执行得到的结果那就OK 那各位可以比较看看 刚刚的那个方法一 是用什么 用这个切字串 然后再把它逐一个累加 那方法二的话呢 是用求余数的方法 并且去除尾数的方法 有没有这两个 那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 只是看相较之下 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只是哪个比较简单呢 好像大部分同学都会认为是方法一的 但如果你觉得是方法一的话 也许你就记方法一嘛 因为像这种考试的话 基本上你只需要做出一个是正确的话 就OK的 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有些同学 可能在思考逻辑上面 跟其他同学不太一样 可能比较习惯用计算的 或许你觉得方法二OK 那没关系 你可以计方法二也是没有问题的 主要是取决于就是将来 你工作上会遇到的那个状况 哪一个方法会比较适合一些些 当然呢 以一般习惯 像我自己习惯还是用切字串的 OK 因为切字串真的简单许多 试试看 那两个方法我都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第16页的地方 好